欢迎关注明镜头条 今天话题焦点是河南水灾及北京遭受疫情的波及 河南水灾遇难人数上升至300人以上 中国国务院称成立调查组问责读职 此外北京连夜封控10个小区 管理确诊病例居住社区龙岳院二区及周边9个社区约4.1万人 全部落实管控措施 北京市报告确诊病例所在街道及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 并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 首先关注中国新闻讨论重点 河南水灾302人亡 京东中南海国务院紧急追责水被问斩 据自由亚洲报道 河南水灾时隔近两周 官方首次公布伤亡情况具体数据 全省共造成至少302人死亡 50人失踪 其中最受关注的郑州地铁5号线和京广路隧道伤亡情况 官方指分别造成14人及6人死亡 中国国务院宣布成立调查组 对失职独职行为问责追责 据河南省政府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 7月16至8月2日12时 河南省共302人因灾遇难 50人失踪 其中伤亡情况最严重的郑州 市长侯洪公布 到8月1日18时 全市共292人遇难 47人失踪 当中因洪水泥石流遇难者为189人 因房屋倒塌遇难者为54人 因地下室 车库 地下馆网等地下空间逆网者为39人 而外界最关注的郑州地铁5号线 共造成14人遇难 经广路隧道共置6人遇难 另有其他遇难者10人 河南省长王凯在发布会上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遇难者致哀 向家属和亲人表示慰问 会议开场时全场起立 向遇难者摸哀 中国国务院宣布成立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 由应急管理部牵头 相关方面参加 并请专家提供技术支撑 调查评估灾害应对过程 总结教训提出改进措施 对失职独职行为予以问责追责 接下来关注大事小平讨论重点 北京防疫下半场玩心跳 郑州乌漏又疯 在郑州六院陪护家属 2月27号返回 7月27号返回商抽 这是发现的第一例河南传播链上的 第一个外事的这样一个确诊者 郑州本市的这个事情已经传到外地去了 形成那个传播链 那么现在河南省要搞郑州全员核酸检测 最后结果到8月3号4号出来 明天和后天 那么查完以后河南是不是要搞全省的检测 不知道 现在整个中国如果照这个速度的话 传播一个市全市搞检测 封一个地方 最后他再扩大的话把中国都封完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事实上出于这个 全域范围以内的隔离状态 出现了武汉疫情以来最严重的一个疫情情况 那么现在人们对这个传染病医院的这个第六医院 怎么感染的完全不知道 现在看出来呢 说南京绿口路口机场呢 也是在保健人员中先传播 郑州这个第六医院也是这个保健人员发现有问题 那现在我看报道说每一次中国大规模的爆发都从医院开始 青岛生活医院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哈尔滨第二医院 武汉疫情以来的数次的这个这个感染事件都从医院开始 所以医院现在成了中国防疫地方最薄弱的地方 那么排队的下面应该就是机场 台湾那次也是桃园机场 南京这次也是机场 再就是医院 那么国家卫健委早就说啊医院机构应该零感染 所以说当医院出了事情之后呢就搞这个提头来见 把这个医院的院长给免了 达委书记给免了 这些医院的院长混到这地步啊真不容易 一辈子的这个仕途就没了 那这个医院的院长在医院里头就是个土皇帝 那医生见到院长都塞康的 这个这个驾驶我见过 既身为主任免了啊 现在全国这一波疫情免的两个关都在河南的镇州 现在这个从南京啊到镇州再到这场全国性的这个疫情啊 我们要关注的这个问题 主要核心问题就是这个 下面的问题 一个是中国的这个疫苗的问题啊 中国的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批准了两款中国疫苗的紧急使用啊 尽管它的有效率数字就是刚刚过了50%多一点啊 那么中国在前一段时间呢 有大量的搞这个疫苗的这个外交 向全世界输出疫苗啊 那么现在那个出事的地方大部分 南京这个听说只有一个人没有打疫苗 别的都打疫苗啊 就是这个Delta病毒就是大量的攻破中国的这个疫苗 这个疫苗系统的Delta不管用啊 那么相对来说呢 我看纽约刀的这个材料啊 辉瑞疫苗对Delta的保护率在第二针啊 两周后 保护率下降到79%啊 阿斯利康呢 对Delta保护率为60啊 有79%到6%但 根据这个中国疾控中心啊 研究员邵一鸣他曾经说 初步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疫苗 可以印度印度变异病毒并产生保护作用 啊但中国没有集中具体的有效数据 那么这个结论自不自成呢 从南京郑州这些情况来看 我过去大部分是打了疫苗 医院里头呢是高发最危险的地来 这些人首先要接受疫苗啊 但医院郑州第六人民医院这次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突破了这个疫苗的防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防疫 中国疫苗啊 在这个对付在印度的Delta这个问题上 完全不离 再玩一下啊 这个对中国的防疫政策的这个检讨 这个我看的一篇文章啊 就是这个有一位专家啊 叫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啊 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的教授 黄延宗先生写的啊 他说这个中国在遏制新冠病毒方面 取得的相对成功呢 现在写的使他陷入了困境 那这个Delta的病毒就让中国的这个 前一段的外外这个抗疫问题成功呢 陷入了困境 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他要搞 零啊 他要搞清零的政策 他不允许在这个我的这个 执政的方位内 出现任何一例 那么这样一个压力呢 他介绍他认识东部的一个城市 啊三十万居民 他说在执行政府的零融融政策时 如履包兵如坐征战 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有一例啊 这个官员要问责的 这些官员 如果你这地方出现一例要问责的话 那你这个 一生的这个政治上的这种奋斗就 富足东流了 你说这官员压力多大 当这么大范围的爆发之后 这个零融融的这个政策 你也没法落实 现在有14个省和20个地区 你把这些20个地区的官员都免了 继承委主任和市长市委书记都免了 我想你做不到 你把14个省的省委书记省都免了 那也不可能 所以在多大范围上 你惯作这个零融融的政策 那现在更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你没办法像习主席要求那样 习近平对这个零融融是非常的这个坚持 习近平曾经讲过一句话 这个 绝不能让来自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强功尽弃 这是伟大子嗣 但是呢 伟大子嗣你挡不住疫情 挡不住delta 你可以让官员都承服 让老百姓都承服 但是你不能让delta承服 现在delta就是进来了 那么复旦大学有一位 公共卫生防疫副中心副主任 吴如鸿舟 他说无论花多大代价的和成本 都要维持这一政策 前一段在delta之前 中国取得了这样一个成果 但现在这个政策 拎不住 根本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零啊 这个零感染率的感染的这个政策 现在面临的一个清零政策 要面临的根本性的一个修正 那么这个修正就是要 中国下一阶段这个防疫该怎么办 下半场怎么打 那么明星人物张文宏啊 张文宏最近呢又 又在大家又在说他了啊 中南三啊 信誉远远不够张文宏啊 中南三啊 跟体制靠得太近 他作为一个啊 这个科学家 人们是怀疑他的啊 相反人们更多愿意听张文宏 这两个人啊 一个得了党和国家的表彰 一个至今啊 得到了公众的信任 哪一个讲章更有价值 大家心里很清楚 现在大家只听张文宏的啊 中南三啊 基本上我觉得没多少听 他出来讲话当笑话啊 有时候像美国的福奇医生一样 福奇医生说的情话 态度不一样的东西 他就渐渐不相信他 但现在还是那个身份 跟中南三差不多啊 张文宏呢 这个 他说呢啊 好消息啊 好消息啊 先说好消息 他说这个根据从自立的这个数据啊 中国的这个疫苗呢 啊 这个 对减少重症住院和死亡 就有较高的有效率啊 就是你 这个中国的疫苗 他不能保证你看这个德尔达病毒啊 你会感染 但是呢 你感染之后 你不会变重 也不会让你去住院 甚至不会让你死亡 这个东西有一定的保护的效果 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你打中国疫苗还是有点用 啊 但是你还是会被德尔达攻破 攻破之后呢 你没有很大的危险 啊 这就暗示大家还可以继续在这个时候打疫苗啊 但是呢 如果以减缓传播和降低病死率作为目标 可以承担一定效果 但是要作为清零和根除流行病 目前这个 政策不能达到达到实现不了啊 不能实现清零了 下面啊 我觉得这个不好的消息在什么地方呢 虽然并未提及清零的目标 他知道这是政府的最高目标啊 反而认为未来通过疫苗接种啊 仍然不能完全控制疫情的持续仿佛啊 就打疫苗 这个疫情会从还是会存在 但如果是全面放开后 病死率降至流感的水平 那么就可以消除新冠带来的严重后果 或者说将新冠的危害通过疫苗接种 在短期日通过人体免疫的建议 降至季节性流感的水平 这个话是什么东西呢 就中国一定会还要死一批人 才能把这个死亡率降低到 季节性流感的水平 接下来关注今天大新闻讨论重点 河南遇难人 增至302人 中央问责了 中央有两个司令部 一个司令部是政治局成立了 一个像牵头的这个司令部 这个司令部呢 就提出要问责的问题 甚至呢 派了国务院复密长到武汉前线 也找了两个副区级干部 也给他们进行了就地处理 但实际上真正的问责呢 始终没有展开 为什么这个责任是习近平的责任 另一方面习近平又强调 四个意识两个维护 其实大家都可能没注意到 这四个意识两个维护 他最主要一点就是要废掉 那个政治局的那个权威性 而是要强调大家还要继续听他的 他是在就是这样的话 你看孙春兰就很苦 他一方是国务院副总理 另一方面又是这个代表习近平去 所以他到灾区他把两套话都得说一遍 你们把孙春兰当日话和习近平和李克强话 做个对比 当时我都讨论今天的时间关系 我不做更仔细的这种讨论了 不过河南大水出来之后呢 我本来还想知道中央是哪一个在要问责 国务院问责是李克强 你看啊河南大水是7月21号发生的 这场大水就是这个郑州被水淹 7月20号21号被水淹 被水淹之后呢 中央谁习近平没表态 主张谁也不能表态 所以到习近平表态之后呢 李克强就迅速表态 他其中一条就是要问责 除了国务院剥几十亿款之外 他就是要问责 那么问责之后呢 但是这个东西又没有下文 对吧 你问责嘛 就是要有什么调查组啊 要有程序啊等等 他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郑州市委书记据说是习近平的亲信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当然李克强这个问责就是一个造语论 其实也没有什么 也不可能落地的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湖北啊 到要问责的关键是说 这个谁呢 这个习近平派陈一新和应勇到了湖北 对吧 马上就把这个问责给压下来了 因为共产党还是有套规矩 就是说习近平可以不讲规矩 但是别人都得讲规矩 要一级一级的上报才行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如果假设习近平要问责 那么还是李克强要问责 是国务院要问责 还是党中要问责 党这张说话都不算数 因为李克强在武汉执役的时候 李克强就是一个这个中央正式任命的嘛 政治局会正式任命的来这个执役领导人 直接的领导人 结果呢习近平用什么四个维吾两个 四个意识两个维吾就把他给 夹空了或者把他给废掉 给他挤到一边去了 然后让整个系统 关键是军队挺大的 我们都知道 中国最能做事是军队 我这次讲河南的水也是 所以那天有个朋友问我 说习近平这么笨吗 说他就不知道河南这场大水 他说为什么当然这么迟迟不能 我说呢 最关键一点就 其实我们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其实中国在第30年高速发展 特别进入21世纪的高速发展中 带来了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呢 胡温时期啊 就胡锦涛做总世界 温家宝做总理期间呢 做了一些研究 他们已经开始部署一些这个措施 胡锦涛啊 是要维护共产党专制 但另一方面也强调 要加强执政能力 这个执政能力 其中就是在落实到国务院 制定的好多措施 就是比如像特大事故应急啊 还有像什么这个 国家紧急状态了 还有像就这样一些 还有就是像突发事件 对吧都有对吧 但是这些所有这些措施 就跟武汉 就跟非典肺炎之后 中国建立了一套非常完善 世界上都很先进的一套疫情 这个这个上报机制一样 没有用 武汉肺炎 中国发现医生 临床医生发现比较早 命都没了嘛 对吧 那么发现的早 而且呢也报了 但是为什么没有像 没有引起重视 也没有采取措施 原因很简单 就是习近平 在建立个人独裁的时候 他要把资源都垄断 他怕这个资源 在分权过程中 被人用于去杯葛 他的这个独裁地位 所以把它垄断了之后 使得这些措施 没有办法落实 这样的话 地方政府又只能去想法 淡化灾情 那么使得呢 错过了质疑最佳时期 大家想一想啊 非典肺炎 灾难之后 人类啊 就是后来又发生了 中东呼吸综合症 埃伯拉 在非洲这些国家 医疗公共医疗 那么薄弱的地方 人类都堵住了 把这个疫情 居然在中国 非典肺炎后 建立世界最完善地方 就他失守了 而且成了现在 全球最大的一个祸害 美国呀 这场灾情都死人影 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 加上越战的人数 就是还没赶上内战的 就那个 他的南北战争的人数 已经灾情如此之严重 灾害如此之大 要知道 那么那些国家 都能堵住 怎么中国是 还在武汉失守 武汉又是中国医疗 最发达的地方之一 中国三甲医院 在这有多少 对吧 所以这就是习近平建立独裁 他权力都垄断在自己手里 而且是他要保证什么 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 大的救灾资源都在手里 所以我在讲说 现在要问责 中央要问责 会问到什么程度 问谁的责 这些下面我们都应该值得关注 这以后再说吧 今天是何老板 给我加了一个任务 但因为现在这个突发 我提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假如河南死了302人 现在中央要问责了 第一是谁要问责 第二问什么责 问谁的责 这是我们要顶住 第三怎么问责 因为第一个谁要问责 和第二个 这个最后问谁的责 问什么责 然后到其实都取决于程序 我在美国 我觉得还有 我在美国特别跟学术界接触 我觉得我最大感触就是程序 其实比结论更重要 我们很多的中国人 有时候带着一个结论 参加讨论的时候 他往往当这个程序得出的东西 不符合他结论 就怀疑这个程序有问题 这个程序被腐蚀了等等的 就说这个我们在美国大选中 看得很明显 对吧 这些 但是呢 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我们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特别强调 就是说问责的程序 大家要盯住程序 千万不要再像 我刚才讲到说 让他们知道什么新的热点 搞个什么别的事 就把大家注意力给转移了 接下来关注热点背景 讨论重点 中国新冠扩散至15省市 北京沦陷 据自由亚洲报道 中国媒体周日报道说 中国的新冠本土疫情 扩散至15省市 8月1号 在北京市新冠病毒 疫情防控工作 第228场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 庞星火介绍 8月1号 零时至16时 北京市新增两例 经外关联本地新冠确诊病例 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均为湖南省张家界返京人员 来自同一家庭 目前北京已经提升 进京管控等级 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 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 暂停来京航班列车 客车搬线 强化进京通道管控 铁路明航和公路检查站 严格查验 另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上午在官网通报 7月31号 中国新增确诊75例 扣除境外移入22例 本土确诊占53例 分布在河南、湖南、云南等省 另有2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 截至7月31号24时 中国大陆现有确诊病例1022例 累计出院病例87347例 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305例 现有疑似病例2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093589人 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4257人 接下来关注周六八点讨论重点 灾难全球都有河南争执人祸 一个是河南的水灾 现在要不要问责 问责会是来的形式 是不是像 都转到水灾上来了 不是说是讲那个国语 国际国语 不不不 这两个问题我们猜测一下 因为你讲战争我们太 我们等一下忘记了这两个 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水灾的事情 你怎么看 第二个就是 这个中国跟你鼓的事情 你怎么看 查理你先说吧 我昨天说过 我听见你了 水灾的事 我已经 昨天我们也说过了 去上个星期 也说过一点 就是到底死了多少人 这其 对吧 这个我们 当时做这个判断 现在看来呢 应该是跟政府 说的那个 100人左右吧 是那个数 不是像外界民运 讲的6000多人 法轮功讲的1万5千人 郭文贵讲的5万人 那些都夸张了 也就到底死了多少人 对 实际上跟你的政治立场 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 越 对中国敌视的人 他 相信死的人越多 这就像国内有个朋友呢 我们一个群里面 有人问了一句 说问群主 说你觉得死了多少人 群主呢 非常智慧 他回了一句 他说你希望死了多少人 这是个最佳的答案 可以这样说 那还有一个呢 人也跟我 国内一个小朋友 他在讲 他说实际上呢 我们主观上啊 都是希望死的人少 只是因为呢 政策不透明 政府呢 这个反正过去的 record也不好 对吧 就是 所以呢 大家会 会胡摘乱想 会朝大的处 去这样夸张 去想 主观上都是希望的 那我当然 我就跟他 我说你还是 还是太善良 太年轻 你不信 你翻墙出来看看 海外这么七八十几个总统 多少个皇帝啊 多少主席 主观上没有一个 不希望死人多的 这就是 死人的这个数 那至于说 问责这个数呢 昨天我们在那节目里面 也说到 天灾 还是人祸 天灾没有问责 一说 人祸就要问责 但是凡是天灾 你要后来细究起来 都可以把它讲成是人祸 在后面看 去年那个病毒出来了 按说病毒是天灾 对不对 那后来走到今天 不是都问责政府了吗 我是讲反对派的朋友们 当初武汉封城的时候 方方们 自由派的朋友们 那一片骂声啊 太残酷啊 太不人道啊 把人关家里面啊 就怎么怎么样啊 饿死了 好 到现在后来病毒 泛滥世界了 死了这么多人了 反过来骂了 为什么不早一点 采取措施 早早一点封城的话 就会怎么怎么样 又倒过来说了 反正道理都在哪 那同样的呢 这一次 为什么不早一点 把地铁给封了 为什么早一点 把隧道给 给封了 给停了 那就不会是 这些人了吗 你要讲这个道理 你都能讲下去 问题在于 他怎么知道 三个小时 他只有三个小时的窗口气 那个水就会成那个样子 那至少在 河南利 上吧 是一百年没有发生过的 所谓的百年不遇 当然有人在挑这个话 其中概率的那就叫百年不遇了 如果千分之一 那就千年不遇 它就是概率论的语言 百分之零点零二 就是五千年不日 百分之零点零一 就是万年不日 但是因为很多朋友 他开始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他只是说 你的水文资料 对不对 从哪一年才开始的 所以后来就不意思 没有意思 你要搅清这个事的话 那就没底了 所以到底死多少人 我记得我们上个星期五 在做的时候 大家有个争论 我跟大家讲了一个理论 我说我们都不知道 死多少人 我们也没有任何材料 但是总还是可以按照理性 按照逻辑去推断 这个世界上 一般发生的大规模 尤其中国 大规模的天灾以后 或者人祸之后 通常是会有三种说法的 就是百人说 死了一百多人 几百人 千人说 死了几千人 万人说 三种说法 就拿我们最熟悉的例子 六四完了以后 就有三种说法 政府就是百人说 死了 那个陈其同 两百多人 两百九十人 李鹏 三百一十三个人 这百人说 千人说呢 就是一些直论机构 中央情报局 说根据他们的 两千多 柯格勃 三千多 红十字会 一千多 这千人说 万人说是什么呢 这就民间的 包括一个反对派的领袖 柴林当时就说 两万多人 萧宾 一个采购员 两万多人 以至于国内打麻将 出两万的时候 就出萧宾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atmingjinnews 脸书 facebook.com